这个就是准备用在27型潜艇上的舵机 做了个防水 电路板上面涂上了指甲油 注意一定要用油性的 不要用水性的 水性的指甲油呢 有可能会溶于水以后就起不到密封的作用了 你看这上面有一层指甲油 保护着那个金属楼露的部位 然后电位器 这里面电位器呢 我也用WD-40涂了一下 这样子的话它可以有起到输水的作用 当然 你得经常保养它 经常得给它滴两滴在上面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永保青春了 好 接下来呢 我把它泡在水里面 让它连续运行个5到10分钟 看看有没有问题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个在不在转 也在转 好 密封性能应该没啥问题 这也很正常 好了 5分钟过去了 这两个舵机呢 运行仍然正常 把它取出来 好 咱们来晾晾干 放在这个毛巾 毛巾里面稍微吸一下表面的水 好 咱们来晾晾干 感谢观看